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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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首先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廣州女青年楊子晶圍觀白紙運動遭刑拒 中國印譯詩人王藏夫婦被判刑 日本眾議員秋生田光一表示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世界人權日 英國議員支持法輪功學員反迫害 中國的白紙運動迫使中共鬆動清零政策 但參與者卻遭到秋後算賬 廣州女青年楊子晶因為圍觀抗議活動 遭到警方的抓捕 12月8日 家屬收到當局發出的刑事拘留通知書 罪名是尋性滋事 12月4日晚 十多個警察便衣闖進廣州女青年楊子晶家中 拒絕出示搜查證 但聲稱與海珠廣場事件有關 強行搜查室內電子設備 並以口頭傳喚為名 將楊子晶抓走 而且威脅她的朋友 不要將此事發到網上 8日上午 家屬收到刑事拘留通知書 罪名是尋性滋事 現羈押在廣州市月秀區看守所 12日記者多次撥打參與抓人的廣州北京路派出所的電話 但是都沒有人接聽 據瞭解 11月27日晚上 中國多地爆發白紙運動 楊子晶陪同朋友到廣州海珠廣場圍觀了抗議活動 之前已傳出當地多名參與者遭到警方抓捕 廣州市民透露 隔天海珠廣場動用很多警力戒嚴 白紙運動被迫取消 廣州市民表示 中共罔顧民生的清零政策 讓很多中國人覺醒 起來反對中共暴政 爭取民主自由 但中共嚴密封鎖白紙運動的消息 否則參與白紙運動的人會更多 據推特消息 楊子晶是廣州的一名青年公益行動者 喜歡寫作 兼職詩人 關注社會平等問題 為殘障等邊緣群體寫作和發聲 楊子晶的朋友對外證實 楊子晶沒有舉過A4職 更沒有在海珠廣場發表言論 新潭記者熊斌 黃宇寧採訪報導 中國異議詩人王藏 王立芹夫婦已經被中共當局判刑 12月11日當局發布判決書 而公民記者方斌等人的現狀也備受關注 據維權網消息 王藏 王立芹夫婦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分別判刑4年和2年06個月 判決書由雲南楚雄州中級法院12月11日發布 兩人均已提起上訴 旅美中國維權律師李大斌表示 根據判決書第二頁 公訴機關建議對王立芹判處有期徒刑2年 但法院最後卻判處2年6個月 這種情況很可能是法院為了避免出現超期羈押 國家賠償的情況 而不顧案件事實和證據 判給被告人更長的刑期 顯露出中國司法裁判屈從於權利 公安機關 檢察機關 法院並未做到相互制約 以保證準確有效的執行法律 反之是在其中某一機關侵犯公民合法權益時相互掩護非法行為 王藏本名王玉文自2007年起積極參與維權活動 2014年11月被以尋釁滋事罪逮捕 王藏的妻子王立琴上網呼籲營救丈夫 也被當局以涉嫌煽動顛覆政權罪批捕 此外2020年武漢疫情爆發之初 披露疫情真相的公民記者方斌 被捕後至今音訊全無 去年遭強迫失蹤的律師唐吉田至今下落不明 著名維權律師高智晟已經失蹤5年 目前生死未捕 二十大前在北京斯通橋抗議的彭麗發 被當局帶走後音訊全無 此外許志勇 丁家喜 常偉平 李玉涵等中國人權捍衛者 被非法關押在監獄中 期待外界救援 新潭記者陳潔 李珊珊 李佩玲採訪報導 繼2020年發行1萬億元的抗議特別國債後 中共當局宣布 再次發行7500億元的特別國債 學者分析 三年清零已經耗盡地方財政 需要融資以彌補財政缺口 12月9日 中共財政部宣布發行2022年特別國債 三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債 發行面值7500億元 發行日和起息日為2022年12月12日 財政部10日又發聲明稱 所籌集的資金用於償還2007年特別國債到期本金 據美日經濟新聞報導 這是中共史上第四次發行特別國債 其中2007年發行過一次1.55萬億元的特別國債 當中的7500億元於今年12月11日到期 就是要填補中國地方政府那個債務 今年1至9月份 全國地方財政收入8.3萬億 支出16.5萬億 虧空8.2萬億 網傳廣州市清零耗盡所有資源 政府防疫支出打白條 包括浙江、上海等地先後陸續傳出公務人員減薪的消息 而各地政府上半年已發行融資債券高達1.23萬億元 中共清零封控造成巨額財政支出 高盛集團經濟學家推算 光是常態化核酸檢測 全國每年耗資可高達2.5萬億元 一場空前的白紙革命運動迫使中共祭出新十條 放開了清零管控 清零政策停止了 並不意味著這個經濟馬上就會增幅 這個產業鏈轉移還在繼續 所以這個清零政策的後遺症還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 對中國經濟來說其實現在能夠開始恢復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教授謝田認為 中共地方政府的財政赤字一時之間難以緩解 預估明年還會發行新的債券 或者繼續印鈔票來填補財政窟窿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夏敦喉 劉芳採訪報導 12月11號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阿爾特密斯一號登月任務 完成首次無人駕駛的繞越飛行 獵戶座太空船成功返回地球 格林維治時間12月11日17時39分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無人駕駛的獵戶座太空船 完成首次繞越飛行後 降落在布希哥下加利福尼亞半島附近的太平洋海域 這是繼阿波羅登月計畫50年後 人類再次繞越飛行 此次阿爾特密斯一號的任務為期25天 太空船載著三個模擬宇航員 演示了未來登月任務中 宇航員如何安全返回地球 阿爾特密斯計畫只在10年內 讓宇航員重新登上月球 建立一個可持續基地 並為人類未來探索火星做準備 納薩官員表示 與阿波羅計畫相比 阿爾特密斯計畫的合作基礎更加廣泛 招募了馬斯克的SpaceX等商業夥伴 以及歐洲、加拿大和日本航天機構進行合作 阿爾特密斯計畫還標誌著 NASA的一個重大轉折點 在幾十年來專注於航天飛機和國際空間站之後 將其載人航天計畫重新擴展到近地軌道之外 預計最早在2024年 阿爾特密斯二號將載人繞越飛行 而後再次實現宇航員登月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趙鳳華、陳海月綜合報導 看來2022年正是登月活動忙碌的一年 日本航天新創企業iSpace 獨立研發的登月飛船 經過兩次延遲發射後 週日搭載SpaceX的列鷹9號火箭 從美國佛羅里達州 凱納維拉爾角成功發射 如果能夠按計畫 明年4月登入月球 將成為全球第一個完成創舉的民間企業 登月飛船於週日當地時間下午4點38分發射升空 47分鐘後 與美國SpaceX公司的列鷹9號火箭分離 飛往月球 這次發射是日本iSpace公司 月球探索計畫白兔2的第一步 目的是檢驗從地表控制室操縱著陸的技術 登月艙載有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 和阿拉伯聯合酬長國的兩個機器人賣油車 被稱為月球手電筒的美國宇航局的近紅外激光裝置 太陽能面板以及攝像頭等七件貨物 iSpace公司已與NASA簽訂合同 從2025年開始運送貨物至月球 並計畫到2024年建立一個永久性月球基地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徐哲 瑞麗綜合報導 蘇格蘭檢察官週日表示 製造1988年克洛比空難的第三名嫌犯 在美國被拘捕 來看報導 1988年在蘇格蘭洛克比上空 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遭炸彈襲擊 當時這架747飛機正在飛綁美國途中 飛機爆炸導致激屬人員和乘客 共259人全部喪生 並且造成地面11人死亡 1991年 美英兩國控告利比亞兩名情報人員 麥格拉西和費西麥涉嫌製造了這起空難 2000年5月3日 洛克比空難開始審理 其中 麥格拉西2001年被判處終身監禁 並至少應在蘇格蘭服刑27年 2020年 美國公開了對疑似第三同謀者 馬蘇德的刑事指控 並稱他曾擔任製造爆炸裝置的技術專家 週日 蘇格蘭皇家辦公室和檢察官財政服務處確認 馬蘇德已經在美國被拘留 洛克比空難被視為911襲擊事件之前 全球最嚴重的恐怖活動事件 空難發生3年後 泛美航空宣告破產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清怡 劉芳綜合報導 接下來請看一組新聞簡訊 日本白兔登月艇升空 中國新一波疫情 張文宏說 約3到4週打高峰 美國代表團下週將仿鐘 吉地寒流報導 歐洲能源供應面臨收窗考驗 好消息 為了中國人瞭解自己的傳統文化 神韻首次針對大陸中國人票價優惠30% 只限加州和波士頓演出100美元及以下票區 劇院購票請提供中國護照 熱線購票講中文普通話即可 購票熱線877-663-7469 日本眾議員秋生田光一表示 台灣有勇士 台灣有勇士就是日本勇士 歡迎回來 有安倍接班人稱號 日本自民黨政調會長 中議員秋生田光一 11日參加台日關係永續論壇 他在會上系屬台日患難見真情的事蹟 並強調 台灣有勇就是日美同盟有勇 再次強調台日的友誼 時隔19年 日本自民黨政調會再度訪台 會長秋生田光一週日參加 台日關係永續論壇 並發表演說 提到台海他表示 絕對無法接受 中共試圖以武力片面改變現狀的行為 秋生田光一說 台海的和平穩定是維持 自由開放印太區域的試金石 並提到 中共30年來軍事費用增加近40倍 以及北韓發射導彈等 在這樣嚴峻形勢面前 給予半吊子的回應 完全沒有意義 日本也將把國防預算 提升到GDP的2%以上 強化防衛 而除了區域穩定 他演說也聚焦在半導體 南約發展和CPTPP 而談到半導體 秋生田光一也提到了台積電和日本索尼合併的JASM半導體工廠 表示此次訪台將拜訪台積電 新唐亞太電視 胡宗翰 曾興敏 台灣台北報導 回首2022年 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 是全球範圍的通貨膨脹 食品 取暖 交通和住宿等生活必需品 價格都在飆升 人們正在經歷幾十年來從未有過的通貨膨脹 在美國當下的聖誕季 聖誕樹的價格也不例外 來看報導 2020年 中共病毒全球爆發 疫情封鎖期間 各國政府及央行為企業和家庭提供了巨額的刺激補貼 這些政策讓工人免於排隊領取失業救濟金 企業免於破產 房價免於暴跌 同時卻前所未有的破壞了供需平衡 2021年 隨著世界各地陸續解封 全球經濟在衰退後開始快速反彈 但疫情中閒置的工廠無法快速開工滿足需求 零售運輸等各行業出現勞動力短缺 而快速的經濟復甦還導致能源價格飆升 加上俄乌戰爭之後 西方對俄羅斯石油實施出口制裁 燃料價格進一步上漲 通貨膨脹對低收入人群的打擊最為嚴重 屢屢發生的工人罷工 要求公司與通貨膨脹保持同步 在歐洲 法國和德國財政上擴大了預算 投入數十億歐元用於對抗通貨膨脹的計劃 另一方面 世界各國央行採取金融手段 大幅加息以抑制需求和通脹 在美國當下的聖誕季無處不遮的通貨膨脹 也反映到了聖誕樹的價格上 對於約翰·威科夫來說 每年的12月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時節 這裡是他和太太在新澤西州的聖誕樹農場 這個佔地170英亩的農場 已經在他的家族中傳承了七代以上 如今種植大約7萬棵聖誕樹 為了應對成本上漲 威科夫承認他不得不提高價格 北美聖誕樹種植推廣組織 Real Christmas Tree董事會執行董事 馬沙格雷表示 調查發現 雖然今年可能是通貨膨脹的最高峰 但持續的影響可能比看到的更糟糕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0月曾指出 最糟糕的尚未到來 對許多人來說 2023年將感覺像是衰退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清怡與威綜合報導 下面再來看到今天的財經100秒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表示 除非全球經濟出現任何意外衝擊 不然美國通膨應該會在2023年消退 今年最後一個超級央行周來臨 美國 歐元區 英國 瑞士等地區央行 將陸續宣布最新的利率決策 可能在24小時密集宣布升息 德國雜誌德國汽車週刊報導 德國福斯集團的旗下汽車品牌Skuda 正考慮退出中國市場 將於明年做出最後決定 Skuda總部位在捷克 該公司行政總裁指出 如果集團決定退出中國市場 將會發展印度市場 外媒路透報導 印度塔塔集團旗下的印度航空 即將分別從美國波音公司 以及歐洲飛機大廠空中發誓 訂購多達500架新機 新打電視整理報導 世界人權日 英國議員支持法輪功學員反迫害 12月10號 世界人權日當天 部分英國法輪功學員 在倫敦的中共大使館前集會 抗議中共對法輪功長達23年的殘酷迫害 多為英國政要致信 表達對法輪功學員反迫害的支持 英國法輪功學員在中共駐英國大使館前 舉行集會和新聞發布會 他們打起法輪大法號 停止迫害法輪功等橫幅 進行五套功法展示 發放真相傳單等 用和平理性的方式 呼籲中共立即停止 對法輪功修煉團體的迫害 新聞發布會上 法輪大法佛學會代表 維多利亞·萊德維奇表示 歐洲法輪功之友的主席約翰·迪伊 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輪功修煉人 華人作家馬健也到場表示支援 政治評論員潘東凱表示 身為香港人 他經歷過中共的迫害 因此對法輪功學員所遭受的迫害感同身受 這次活動得到多位英國政要的支持 上議員議員奧爾頓勳爵在視頻中 譴責迫害法輪功的元凶江澤民 他說 中共犯下活摘器官的反人類罪行 而法輪功修煉者是主要受害者 對此 英國上議院日前已經通過了 反對活摘器官的修正案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安琪 陳斌採訪報導 《紐約新世紀東日盛景》 於千民眾奇想聖誕樂 在聖誕節到來之際 美國各地已經充滿了濃濃的節日氛圍 位於紐約上週的新世紀公司 週六再次舉辦了聖誕世紀 位於紐約上週呈現的新世紀公司 繼上週六的聖誕世紀 《冬日盛景》活動後 這週六再度舉辦同樣的活動 兩次活動吸引了數千民眾 特別感覺有創意 尤其是聖誕老人 老眼就看到 就知道聖誕節要來了 巨型的聖誕樹 雪人 聖誕老人和巡路車等 彩燈閃爍 光彩奪目 人人爭香和影留念 在室內的聖誕世紀 有著多款中西式美食甜點 香味四溢 有當地商家帶來了各式手工藝品 還可以體驗製作小蓮花 有民眾收穫豐富 你看它這邊是一個圖案 但是它這邊就是另一種圖案的 還有一些小寶石啊什麼的手飾啊什麼 我看的也挺喜歡的 我們在手上製作的 我喜歡的小小的 他們很可愛 我們主要用白色的 然後我們還有一些 蝙蝦 這是第一次我們在室內 我們正在路上 我們正在路上 但這是一個很棒的活動 主辦方向所有與會的小朋友 送上免費聖誕禮物 人人滿載而歸 度過了一個美好的夜晚 新唐人記者柯婷婷 奧利福 紐約報導 在節目的最後我們來關注一下 在大紀元網站上公開聲明 退出中共黨團隊的人數情況 截止到北京時間 2022年12月12日 公開聲明三退的總人數 已經達到4億0592萬1514人 前一天的聲明人數為41308人 以上是今天的環球直擊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